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据英国《泰晤士报》6月26日报道 美总统川普将于近日访问英国 就有关贸易和伊朗核问题的相关事宜进行商讨 英国原先安排美方一行参观该国新下水的航母伊丽莎白女王号 该航母排水量6万多吨 是英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战舰 刚好借此机会向各国展示一下实力 却不料因为航母没舰载机的尴尬理由 而被迫取消这一环节 据一名英国官员透露 伊丽莎白号航母虽然已经下水多年 但作为舰载机的F35B却只交付了四架 而且还迟迟没有上舰 这样看来 如果邀请友邦高层参观的话 组织一场友谊足球赛是没有问题的 但舰载机就没有了 这对即将和美方会面的英国女王来说十分尴尬 众所周知 舰载机是航母作战的核心 一般会在航母服役前准备好 英国航母出现这样的状况 主要还是因为军费短缺太过严重 在去年 英国国防部甚至表示 要在2023年之前 卖掉五艘护卫舰以节约经费 而英国海军总共也只是拥有13艘护卫舰 到了这地步 可见是真雄 再则 一架F35B垂直起降战机 需要支付1.5亿英镑 伊丽莎白女王号可以搭载40架 那就是60亿英镑 可一艘海洋号两栖登陆舰卖给巴西只得了8000万英镑 真不知道得卖多少艘才能弥补这巨大的亏孔 但即便如此 英国却对国际事务十分热心 从中东的阿富汗 到中国的南部海域 世界各个热点地区 都能见到它的身影 前不久 英国防务大臣威廉姆森表示 会派遣航母等军舰到沃南部海域 行驶航行自由权利 我们知道 英国和东亚可以说基本不存在交集 而此次不远万里前来挑衅 无疑是有些多管闲事了 军事专家分析 中国在西沙等岛礁 布置有红旗9远程导弹和轰6K轰炸机 对于闯入该地区的他国战机或军舰有很大的威慑力 而由于距离不远 大陆的导弹和航空母舰也可以随时进行支援 可以说海上的防御体系已经很完善 即便前段时间B-52H轰炸机闯入挑衅 也是小心翼翼绕着岛礁飞行 所以 比美军更弱的英军前来这片海域挑衅的话 将会遇到更大的麻烦 在我军的层层防御下 很难有所作为 因而 此次英军舰的行动 根本并不能起到什么作用 更多的是为了支持美军而作秀 或者是为了凸显自身的存在感 但是当我方的岛礁建设完成后 他连作秀的机会都不会再有 纯粹是白跑一趟而已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